而这起事故酿成了严重悲剧 花莲地点数也已经约谈超过20位相关人等说明 而台铁申请假扣押李毅祥3亿7600万元 法院裁准 7号检方也带回东兴营造监工林长青 回到事故现场还原事发经过 就行这部分组成了专案小组 在最快的时间内将厘清事实真相 另外也将追查事发当时 坐在李毅祥旁边的神秘副驾驶 白头发穿羽绒外套的男子沉默不语 快步走进花莲地检署 他就是李毅祥背后的灵性大金柱 为了防止李毅祥脱产 台铁申请假扣押 李毅祥等人3亿7600万元法院裁准 而现在这名大金柱的旗下财产 也可能遭受波及 知情人士透露建案得标厂商 是东兴营造 但实际管理的却是异祥工业社的李毅祥 疑似借牌互利共生 从中牵线的就是灵性金柱 绰号黑高的他来头不小 光是在东华大学附近就有100多间的套房出租 现在他被列为关键人物 因为事发当下他就在李毅祥旁边 经检方复训后被请回 检方成立专案小屋组 6名检察官和3名主任检察官 约谈超过20名相关人 现在甚至有前员工出面爆料 5年前失作台铁花莲和平断边坡工程时 被李毅祥要求要偷工减料 非常恶劣 检方加快脚步厘清案情 更要一一戳破李毅祥的满口谎言 记者 最好报道 台铁电报上清楚写着 清明连续假期停止施工日期和时间 相关承办官员 甚至还在和李毅祥等人的群组里 再次叮咛连续假期不得施工 最后不忘在群组标记李毅祥 要把工地器具整理归位 还要拍照回传 据了解该边坡整治工程进度已经快完工 但展延工期规定仅能延展到4月下旬 如果施工于其一天可开罚1.2亿元合约的千分之一费用 肇事包商李毅祥疑似担心来不及在期限内完工 铤而走险偷偷施工 随日监视器曝光 证据一一浮现 云安会解读肇事工程车行车记录器 赫然发现工程车掉落时 引擎是启动状态直到卡在树丛中车子才熄火 直接打脸李毅祥称有拉手刹车的说法 事发当天上午8点09分 这辆工程车再次被镜头捕捉 仔细看车上载满轮胎 定格画面时工程车的副驾驶座上明显还有一个人影 监视器画面曝光 事发前也不止一辆车 9点33分事故发生后 现场还有其他工程车辆在移动 根本不是停工状态 李毅祥三大谎言不攻自破 廉价偷赶工的可能性大增 而当时采购金额高达4.6亿元的泰鲁格号 因重撞工程车后整列爆销 事后赔偿金额恐超过10亿元的天价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